謝謝主席 現在是不是請蔣部長好嗎 請蔣部長 蔣委員好 謝謝 部長我首先想請教你 因為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 菸品健康福利捐的分配跟運作的辦法 事實上這並不是一個修法案 或者是一個立法案 請教你如果說我們今天 對於你們所提出來這樣一個分配跟運作 我知道這個是當然是因應的 這個長照法通過了之後 這個長照發展基金 有名列我們菸菸的部分 是可以提拨一定的比例 來支應這個120億 所以你們要調整 那如果我們這樣的一個辦法 當然我們知道今天是被查 改成委員會來審查 那如果審查沒有通過呢 回到原點 那回到原點的話 那長照的需求的這個量怎麼辦 沒有辦法就是回到原點 就沒有辦法動之就是了 是不是 好 那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想 但是呢你們今天照理說呢 你是因為這個因 要來處理這樣子的一個做法吧 但是呢看來呢 你們今天從過去葉金川的時代 就已經從90%降到70% 這一次呢你們提出來的版本 是要降到50% 高達66億啊 那事實上我們說 菸菸的部分 我們長照的發展基金 120億並不是叫你們 直接全部從菸菸來啊 是 沒有錯 那你們到底有多少 比例的需求要放在長照這裡 那公委員報告 這個長照的需求5年 如果是以這個長照基金的 5年的分配 5年的分配 5年 1年大概24億嘛 對 因為它的來源包括了這個燕捐 是 那燕捐我們這一次是把它列3% 大概是9億10億左右 那另外一個房地合一稅也應該要進來 還有公務預算 所以我們綜合的考量 我們覺得列降的比例應該是合適的 列降比例應該是3% 5%還是20% 就是全部的那個全部的比例 因為你們現在看來 3%的長照 對對差不多嘛 應該是這樣子嘛 對 可是你們今天一下子調的20% 66億啊 然後我們也知道最近啊 一些什麼健保會的委員 各界的都來跟我們遊說 希望喊病啦 這個支應一些 其他有關於這個 這個支應這個國建署 支應一些作為 我們不是說不可 事實上這些現在都有在撥補嘛 都有嘛 只是你們希望說那個錢是不夠的 希望透過這一次一併來做調整嘛 是 可是你這樣一併來做調整 基本上第一個這個數字會不會太高 第二個 其實你今天這樣看來的情況下 尤其是我們有一些 這個這個最近啊 會發生這麼多問題啊 這麼多的討論 其實呢 完全大概都很大的一個比例 是因為來自於健保署補充保費 現在呢 看來有2,085億的余儲嘛 但是事實上 真實到位的有多少 那一千多億 有一千多億嘛 可能一千三都不夠 對不對 有很多本來就政府要按照比例要撥補的 事實上都沒有到位嘛 那這沒有到位並不是說在現在 這個政府才是如此嘛 實際上歷屆的歷朝的政府 其實一路上都是這樣在做 簡單講是序列那個帳戶在那裡啦 再加上 本來我們就可以預測 本來就可以預測 在今年入帳的部分 看來是很充裕 事實上從明年 我們今天GDP已經沒有辦法 保一都沒有辦法的情況下 明年的補充保費這一塊 是一定會很慘的 那當然兩三年內 這個健保的準備金應該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可是五年後不知道 所以這樣子的你們現在這麼快呢 這邊要做這樣子的撥撥 我是覺得以現在民眾的尤其景氣在民間普遍是真的不好 那個動能又沒有起來 那你這個第四季好像看來有人說是反彈 但是反彈也不是那麼迅速 反彈的就是迅擊的彈花一現呢 還是有持續性的動力 我們也看不出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是不是應該採取比較一個謹慎的一個態度就是 你既然今天是希望按照我們心有的法 這個長照的需求 我們先把這5%給補足了 其他的部分我們就先不動 你們其他有關於要針對喊病 或者是對於其他的這個國民的 一些照護的相關的這些業務的部分 你們還是依照比例 按照原有的比例去操作 應該還暫時可以撐一撐吧 跟委員報告 就是我們其他的很多運用上面的經費 底力計劃是有不足的 所以我們才需要適度的去調整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這裡面有很多的經費 例如說癌症的防治等等 他其實還有包括像疫苗基金等等 他如果好好去做的話 他可以降低健保的開支 因為他屬於預防醫學的部分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我也想跟委員報告 我們今天提出來 因為我認為這一個比例是動態的 是需要來調整 如果明年後年覺得這個比例不對了 我們就再提出來再調整 所以它是一個動態的 現在有這個需求 明年後年可以可以 可是問題就在於說 你們從葉署長那個時候 90%降到70%之後 你們就沒有彈性了 我們都很希望你們是動態的 可是這幾年來 事實上你們是動態的嗎 我們其實隨時檢討就可以提出來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甘難說 你以前你的記錄不好 你現在說我醫學要彈性的 人家就認為你彈不起來 你現在只要告訴我過去 的確有沒有在彈性的 激動的做調整 還是那時候 你從90%降到70%之後 你就沒動了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或者是說 因為這本來只是個被查的案子 本來是個被查的案子 那這一次會被拿出來 那為什麼會被拿出來 老實講 我覺得我們本來應該 尊重你們的行政採處 我們也知道說 現在你包括這個疫苗的基金也好 或者是包括 你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癌症的一些 這個怎麼樣 這個面對處置的作為 這其實我們不反對 只是在現在的當下 就是說我今天 民眾他能夠剿腹的部分 尼菩薩過江了 所以現在也不是說選舉時機 你本來我們講的 菸稅跟菸菌的這一塊 它又是一個連動的 所以你今年我看來 可能連菸稅連菸菌這一塊 都已經在年底以前 都很難處置了 都很難處置的情況下 那是不是這個90%到 已經降了20% 你這次要從70%再降到50% 那中間這個額度又到66% 你不算是個少數 所以你可能 我在想 你今天可能要去面對的是 你這20% 可能還是要做一個適度的調整 因為基本上 雖然這個錢好像 不是從民眾的口袋裡面出來的 就是你原來有這些錢在這邊 可是我們還是比較希望說 比較穩健一點去支應 可能比如說你本來是希望調 20%66億 那如果說我們能夠 尤其剛剛講我們長照事實上 長照事實上 您剛剛算過嗎 大概3%就夠了 一年大概10億都不到嘛 所以你這樣子一個 你舉個大旗告訴人家說 我這是因為長照法要來修正 運作跟分配的比例 結果你是連其他的一起動 如果你今天是純粹是個被查案 我們尊重你的材料權 現在已經是審查的情況下 我們就必須要提醒你 你要注意到的是 是不是可以更穩健的去處置 因為你今年如果調了10% 事實上如果我後年不夠了 我明年再調個5% 10% 它是一個浮動的 是一個激動的 那老實講 你一下子動太多 大家會有認為說 有沒有需要一下子動那麼多 如果不需要的話 事實上你就用10% 5%慢慢的調整 我想這個部分你們也比較穩 能夠穩健的去面對各界的質疑 因為簡單說 現在大家會認為說 錢你也不是一下子就用到這麼多 不需要一下子就分配到這麼多 你可能在未來一年當中 需要一下子就執行這麼多量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這個都經過評估了 例如說像我們的疫苗 疫苗的經費的確就是不足 必須要不大 你原來的基金是多少 疫苗基金原來多少我現在不太記得 一年20億 你一年20億你實質上 你現在缺口有那麼大嗎 有 因為公務預算大概只能夠到7億 那是因為編不足還是每年被濁減被凍結 沒有濁減也沒有凍絕 當然是編不足 但是編不足的原因有一點也是 這個主計的單位會認為說 我們還有一個厭倦 所以換句話講 我們就夾在這裡面 也變成是一個受害人 因為我們當然也是希望說 從最穩定的裁員來 公預算當然是最好 但是這個是目前我們受到的一個 所以你們現在就是會被強烈的認為說 這個煙圈本來你要做的是跟煙害防治有關的 那疫苗跟煙害防治事實上 你告訴我有那麼直接的關係嗎 確實是沒有那麼直接的關係 對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然左手換右手來處置 我們今天有這樣的需求 我們並不是說你今天疫苗基金這個地方 不應該抑注 不是的 而是說政府的態度 不可以在本預算當中 便宜行事到認為說 沒關係 我這裡有一個小水庫在用的 也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們每次在煙圈的時候 你們都會備受質疑嘛 因為你的煙圈是來自於 煙害防治法這個母法嘛 它是因為煙害防治所導致的各種病症 各種國民健康的問題嘛 那你疫苗這個東西屬於 預防醫學的這一塊啊 是 煙圈的用途是包括了 預防保健健康照護跟煙害防治 我當然知道嘛 其實我說穿的 預防保健跟煙害有什麼關係 你也應該是跟煙害有關的 預防保健嘛 我想我們的整個概念是超過的 我知道啦 我當然我知道你的意思啦 就是說你這個煙害防治 那麼人家今天抽煙的人 你多收了我的錢 我要 我如果是因為我造成的 對國人的傷害 對空氣品質的不好 我願意去支應嘛 你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你居然預防保健 預防的這一塊是 在你現在法有名文當中 你是可支應的 我承認 我知道 可是這就是這樣 長期以來人家就會不服嘛 所以為什麼你每次在調煙圈 煙碎的時候 這些人會認為說 啊你都說是我造成的 不然你用其他的法源嘛 你用其他的法源你來給我扣錢嘛 你才怎麼去用我 我願意嘛 你現在不是啊 你是因為說 我就多吃粉 我來污黏空氣 我來造成人家的一些 二手煙的傷害 或者是證據造成我個人的傷害 所以你用這個東西來做 補救嘛 就救濟做補救嘛 或來做其他的防治嘛 對不對 我今天不是說你的這個疫苗基金 不應該有這麼多錢 而是他的比例來源 不應該這麼大比例來 靠人家的煙圈來嘛 你們長期的這個煙圈 被認為是你們的 你們的私 你們簡單講 這個衛生福利部的 這個好像是自己的 不能夠去 大家一起看到這筆錢 大家一起各部來一起用 我們今天我站在衛安委員會的委員 我絕對是贊成的 可是為什麼那麼多其他的委員會的委員 或者其他各界的人 會做這樣的質疑 就來自於說 因為你這個錢的來源 是煙害防治法嘛 不是其他的母法而來嘛 你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是覺得說 是不是這個部分 百分之二十這個錢 可不可以你們做更穩健的一個 遞增 遞減的方式 而不是一下子就百分之二十 你們思考一下 也許今天這個審議的過程當中 你們會更順利一點好不好 以上謝謝 謝謝委員 不過我必須再強調一下 我們真的是經過了很仔細的討論跟協調 謝謝委員 不過我想今天那個委員會充分的討論 我不會去反對你們太直接 但是我必須要提醒你們 整個錢的來源跟錢的支應 這是一個長期被質疑的問號 雖然我們能夠理解 我們也願意體諒 但是也希望說你們能夠 更審慎的去面對 以上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